且不说密室这边回到老歪脖子树下 朱高旭看着李景龙 李景龙的表情很复杂 而朱高旭沉吟了几夕 反倒洒脱说道 两个人做决定 像贝勒就是让江先生为难 不如这样 你比俺聪明理智的多 这个大元皇帝你来当俺在旁边听着 反正俺做了修黄河这个选择 心里那口气也就顺了 见李景龙还想说什么 朱高旭诚恳说道 别拒绝 这也是为俺好 否则让俺拧着心意 不顾百姓死活 一次都这般难受了 再多来几次 岂不是平添心魔 见江心活也没有任何表示 李景龙点头接受了朱高旭的建议 那么 作为元朝统治者的你放弃了修理黄河的选择 进入年度结算环节 至元24年 算上五点财政盈余 财政为80 国运为45 接下来少了两人之间的争执 模拟的进度就快多了 李景龙几乎很少长时间思考 都是在短时间内根据最理智的抉择 作出决定 至元25年 因去年未曾镇压起义军 周明亮步入江西 宫南安 赣州 漳州 梅州等地 泰州阳镇在玉山起义 捡大新国 年号安定 重石余万 赵庆岩大佬 怀疾萧大佬 道州陈大佬 金陵层大佬等起义 是否镇压 镇压需要15点财政 不镇压则减少十点国运 起义军攻城掠地 对我大员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大 李景龙毫不犹豫说道 镇压 同年发生特殊事件 海都犯别 蒙古四大韩国之一的窝阔台韩国大汉 你的死敌贝尔纸金 海都亲自率领输完蒙古本部骑兵入侵你的边境 上次的宗王乃言叛乱已经证明了 你的将领和士兵们面对同宗同族的敌人并无战意 你是否选择御驾轻征 这次将心火并没有直接给出后果选择 但李景龙不难分析出 如果不御驾轻征 恐怕就会一败涂地 到时候不仅要扣财政 还要调国运 轻征 得到消息后 你强称着在上次亲征宗王乃言后愈发觉得衰老的躯体 愈驾亲征 但你在边境并没有遇到敌军 海都涉予你的威名 已经率兵退走 这只是虚惊一场 财政时 至元二十五年 算上五点财政盈余 财政为六十 国运为四十五 至元二十六年 将西华大佬 黄大佬 秋大佬 这东杨振龙余部 太古仙叶大武 寄西湖发 饶碧城 这东吕仲二 杨元六 杭州唐真 先游诸三十五等连续起义 是否镇压 镇压需要十点财政 不镇压则减少十点国运 这次李景龙根本不想让起义规模继续扩大了 直接说道 镇压 同年发生特殊事件 天灾频发 江阴 宁国等路大水 民留以着四十余万户 泉州地震 五谷路地震 地县 死七千余人 财政五 至元二十五年 算上五点财政盈余 财政为五十 国运为四十五 时间在李景龙的快速抉择中 向前推进着 至元三十年 元军宫找阿国在受重大损失后退回泉州 财政时 国运时 至元三十年 算上五点财政盈余 财政为四十五 国运为二十 至元三十一年 你去世了 你将继续扮演你的儿子天墨 同年 黄河在起 风秋 祥福 宁陵 湘义等地决堤 与开封再次决堤 是否修黄河 玩到了这里 李景龙的面色已然惨白 李景龙看着朱高旭 苦笑道 或许你是对的 如果当年选择修黄河 现在财政还能撑得住 黄河也不会连年决堤了 晚了 朱高旭意识有些证然 游戏继续 大德元年 河州立阳长江水溢 漂美房屋一万八千五百余家 黄河多处水溢 继而决变梁 在崛起县扑口 财政五 大德二年 和崛起县扑口九十六处 泛滥变梁 归得二郡 财政五 大德三年 大德四年 不仅是黄河 淮河 长江 甚至是汗水 都开始出现连续的水灾 滴答滴答的汗珠 从李景龙的额头流了下来 他不得不权衡利弊 有条件的去救灾了 可灾却始终就不过来 大德五年 发生特殊事件 云南吐司大起义 是否选择镇压 李景龙把脑袋埋在了手臂里 声音沉闷地传出来 我还有得选吗 此时 经过李景龙一系列的理智抉择 在以保财政为第一目标的前提下 大元朝廷的财政倒是还剩下15点 国运却只有5点了 换句话说 我大元财政倒还挺得住 可是估计下一年就要亡国了 毕竟国运这个数值可是长得比调的少多了 即便侥幸在未来几年不扣国运 财政也已经撑不住了 黄河 淮河 长江 都因为一直没有维护水利工程 成为了帝国的放血口 每年都在以十点朝上的财政数值 在不断地扣除着李景龙之前 通过各种努力攒下的钱 李景龙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 他根本不想选择了 这次他为了维持财政 直接输掉了国家 而且讽刺的是 如果他当时选择修黄河 那么持续两到三位统治者后 元朝反而会迎来真正的志士 到了这时候 财政反而支撑不了修黄河了 想修也没有机会了 李景龙非常的沮丧 他对自己的理智和决断产生了怀疑 不修黄河是一个理智的结果 朱高训宁要亡国 也得修黄河是愚蠢的 这是李景龙在不久前的判断 如今自己走到了死胡同 啪啪打脸 李景龙又手垂着自己的脑袋 不可置信地问着自己 怎么可能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明明已经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了呀 没有人回答他 朱高训也忍不住插了一句 实在不行 再变超吧 李景龙抬起头来 眼眸里全是失落 他清了清嗓子 方才能说出话来 变超也是饮阵止渴 我认输 不玩了 密室里 朱棣若有所思地说道 所以无论怎么选择 只要不是在玩游戏 那么其实作为统治者 面对影响到国运的事情时 最后做出的抉择 都是牺牲财政 保住国家的延续 夏元吉点点头 紧跟着说道 毕竟财政崩溃了 可以变超 以牺牲百姓为代价 换取国家的继续存续 当然了 变超挽救财政的效果 会随着次数的增加而减少 这一点也非常真实 百姓对朝廷在一次次变超中 已经失去了信任 朱棣总结道 也就是说 变超这个抉择 其实是必然会发生的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统治者的意志 并没有较大的影响 陛下正是如此 夏元吉也有些无奈 又有些释然地说道 江星火这个游戏 已经把超法如何崩溃这件事 讲得很清楚了 超法这种事情 总归是要崩溃的 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至少从南宋和金国开始玩超法起 就没见过哪种超能逃得出 维持不了四十年这个宿命 基本十几年 二十几年就崩溃了 真的没办法吗 朱棣认真反问 真的没办法 夏元吉恳切说道 历代前辈没办法 现在户部也没办法 臣也不认为 在臣有生之年 有人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来解决超法逐渐败坏的问题 这是夏元吉把心理话说了出来 从始至终 这位大明最懂经济的人 都不相信江星火说了什么白银宝超 能解决超法败坏这个根源性的问题 哪怕江星火在之前的讲课过程中 把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讲得条条是道 哪怕江星火现在做的模拟游戏 异常清楚地展现出了帝国的统治者 在面对国运和财政时 必然会做出的取舍 导致了超法必然会败坏 换超必然会发生 江星火虽然说的明白 夏元吉也承认江星火对经济之道 具有非同寻常的洞悉能力 说起道理来 简直就是直指问题本源 最恐怖的是 江星火还能把这种隐藏在历史迷雾里 最优微深邃的东西 用简单易懂且身临其境的方式 让不太懂经济的普通人也能明白 变超这个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可江星火表现得越是明白 夏元吉就越对阻止超法败坏没有信心 因为 他也明白 正是因为看得透才感到绝望 就如同有些人正是因为相信科学 才会投入神学的怀抱 李锦龙依旧在沮丧状态中 他已经再一次更加深刻地怀疑人生了 理智的抉择 权衡利弊 难道是错的吗 回想起静男之一时 他做出了一次次理智到无可指摘的抉择 然而最后面对 遇事不绝莽一波的朱高旭 却连战连败 李锦龙陷入了迷茫 另一边朱高旭也想了好久 方才低头问道 所以 江先生这个游戏的意思是 变超 其实是必然发生的 怎么选都没用 俺说的对吗 如果你以一个传统的 基于农业税为主的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的视角来说的画恩 就如同刚才在模拟游戏里的视角一样 那么主动或被动选择变超 确实是无解的 江星火肯定说道 事实上 我这个游戏想要告诉你的 也是这个意思 那便是无论是雄才大略的忽必烈 还是想要力挽狂澜的成像脱脱 无论他们认真规范设立超法 还是就想通过超法捞钱救国 最后的结局都是变超 时间早晚而已 你们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吗 李锦龙文言终于抬起头 即便是像他这样一直试图努力挽救财政 快亡国了都不愿意变超的人 也终于意识到了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关爱的 否则如何解释 超法败坏到最后变超 是无论统治者有多少选择 都阻止不了的呢 江星火一字一句地说道 因为货币超发是真实价值的影子 货币超发的越多 影子就越大 大到极限 最终将会反过来吞噬实体 而唯一能阻止影子吞噬实体的办法 就是实体的增长 至少要追上影子的增长速度 或者控制影子的增长速度 而这 在靠以种植粮食创造真实价值 靠以收农业税为主的赋税 来填补货币超发缺口的国家 就注定无法实现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们在货币游戏 模拟元朝里 无论如何抉择 都会导致变超都必然发生 李景龙恍然醒悟 他急切问道 所以摆脱变超这个结局 江郎是有办法的 对不对 就是你说的白银宝超 正是如此 朱高旭亦是恍然 俺也明白了 这才是江先生 让我们玩这个游戏的目的 江星火的话语 仿佛给掀开了密室的屋顶 照进了一轮中天烈日 本来还在超发必定败坏 这种暗无天日的宿命 绝望中挣扎的夏元吉 呆立当场 夏元吉之所以绝望 是因为他看得太透彻 理论懂得太多 而正是如此 江星火从理论层面 直接给他点出一条 破解宝超败坏宿命的名录石 以夏元吉的智慧和多年 从事管理大明财政的工作经验 几乎没怎么费劲 就理解了江星火的意思 并且他的经验和学识 在第一时间告诉他 江星火的这套全新理论是对的 这套理论从根源上指明了 为什么超发必定贬值败坏 就是因为发超的速度 超过了创造真实价值的速度 市面上的钱多了 有价值的物品却没多 也就相当于钱不值钱了 所以纸超越发越贬值 这个道理夏元吉懂 但接下来江星火话语中隐含的意思 夏元吉却不懂了 如何创造其他真实价值 如何摆脱税收对农业税的依赖 继而有其他收入加入近来来填补货币超发的缺口 如何有效阻止纸超的贬值 当想明白了这一切后 夏元吉忽然失态地突倒在陶瓷墙壁面前 用耳朵紧紧地贴着 仿佛这样就能第一时间听到他最想知道的消息一般 快告诉我 到底怎么才能阻止影子吞噬实体 夏元吉的眼神中满是稀迹 欢迎二眼神中满是天查查之 一首 撕oud 摩托